由于中央机关设置太阳光电鼓励各乡镇市支持这项政策 不过副里乡的东里村11月6号下午召开说明会 稍早的代表会定期大会中副主席就跳出来说绝对不同意这项政策 由于中央机关设置太阳光电鼓励各地乡镇市支持这项政策 不过副里乡的东里村在11月6号下午准备召开说明会 稍早的代表会定期大会副主席先跳出来说绝对不会同意这项政策 農地都不用做 做二三年后 这些地都保消费 你们同意 都同意的事情 跟農民说一下好不好 農民说一下 不然这会不会开火 你们这个人 本身是住在东里村的代表潘武雄则说了 根本就不知道这项开发案 认为厂商不尊重地方 他也迟不赞成 農民说也开下去了 阿伯没交了没什么来的 对了 变成我们党立 我们党立来说 变成进车车 像有一个那种 我相信党立 这是聚在我们人来说 我是反对的 因为现在下去 用下去了 一片一片不知道怎么看 我们走走 对关站来说真的很难看 副理厢长则是回应县政府先是发文给乡公所说 要开说明会 不过乡公所是持尊重在地的声音 也是尊重地方村民的意见 不过如果下次还有这个说明会 还是会建议民众前往参加 因为所有的任何疑虑 可以一次提出在游电厂的专家学者来说明 记者高伤双笔箱采访报道